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急诊室扶勤的社会义义男曾俊宁 时常主动关怀行动不便的荣民 协助他们用餐、乳策及更换尿布等 热忱的服务态度值得赞扬 另外在消防局服役的刘彦廷 善用外语专长协助翻译 也运送救灾装备给消防同仁担任最坚强的后盾 还有许多的替代义男优秀事迹值得表扬 内政部举办替代义机优单位及义男表扬大会 肯定他们的奉献 那我的服务内容是帮助在计诊室帮助荣民备备 然后他们平常的日常所需 像是扶他们去上厕所 或者是协助他们上下床坐轮椅 然后办理他们的出院或者是住院这样 或者是转院这样 因为我们的消防局单位 有时候会有一些外宾来参访 那他们来的时候就会帮忙做一些英文的翻译 跟其他的资源 比较特别的经验是有一次 有一群英国的车祸救助教官 来台湾做一些训练 然后那时候不仅是在飞机车厂里面 帮他们做口译 然后也实际进去了车子来扮演伤患 然后就是真的被消防人拖出来 就那段经历真的蛮有趣跟难忘 民国89年起实施的替代艺制度提供多元服役选择 让服役成为学习成长的重要契机 也帮助拓展人生阅历职场经验 在替代艺的过程中 你可以学到你有本身学会的 然后你可以去学习理所不会的 然后把它学习到之后 那就是你拥有的未来的一个技能 那在服役单位中 其实很多个艺难 我刚才只是举两个 还有更多的一些优秀的事迹 都是不胜美举 那也更多的替难 他在包括医疗、社服、消防、文化、外交 等等不同的勤务单位上 都是默默的耕耘 那在用他服务跟奉献为自己 服役生活中写下最美的篇章 我相信这个最后都是在你们 回忆这段替代艺难的过程中 都是最美好的回忆 那这一次的获奖的机优单位跟艺难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这边我也期盼各个机关 能够继续提供良善的服务环境 让艺难有更好的发挥空间 也希望所有的艺难 能够继续发挥热情 给需要的人传送温情 我们都知道 未来因应我们全民国防的 一个兵役结构调整 我们内政部除了在替代艺难的 基础训练期间 也包括实施初级的 救护技术员的一个课程 就是EMT1 那另外也培育替代艺难 在紧急救护能力之外 今年开始我们也增加 包括打法训练设计跟民防课程 艺难是国家重要且宝贵的人力资源 替代艺难训练期间 除了实施初级救护技术课程 今年也增加民防课程 强化易难成为灾害防救 及动员辅助的力量 在服务学习中实现自我价值 记者问军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